歡迎大家收看加拿大多倫多以北生活分享North of Toronto Live 今集帶大家到New Market 一個大型購物商場Upper Canada Mall 裡面有個很棒的食品市場 叫做Market & Co 可以找到優秀的餐廳和食品商店 一起去那裡看看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剛剛來到多倫多地區York Region 約克區的Upper Canada Mall 這集介紹的就是前面黑色這座寫有Market & Co 這個位置都幾易認 旁邊有一間sport track買體育用品 這裡是食品市場地 即是吃東西和買食為主 這個場地都幾大 佔地有4萬平方公尺 Market & Co 的地址就是17600 Yonge Street New Market 在大路Yonge和David's Drive交界 看到幾間餐廳都有PATIO露天茶座 包括剛見到的Starbucks 還有Union Chicken和Score Pizza 進入到Market & Co裡面感覺上比較Modern現代化 近Market & Co門口位就見到有加拿大店 來這間Union Chicken 當然是吃西餐的 不妨可以進去試吃 我自己就沒在裡面吃過 對面有一間Vince Market 就是超市 Market & Co這間超市比較小 主要是賣新鮮的食品 或者一些有機食品 我之前一集已經介紹過Vince Market 其實這間超市在多倫多地區較北的地方 New Market & East Gwillingbury 都有其他分店 就大間過這間很多 接下來又是吃西餐的 意大利餐廳 Amano Italian Kitchen 我之前都在這裡吃過 點了Carbonara 都不錯 如果想在這個食品市場 常常坐得舒服一點 吃西餐類 吃Pasta 意粉 這些食物 就可以考慮這間Amano 或者剛才介紹過的Union Chicken 剛剛又見到一間餐廳 有壽司刺身日本食 叫做Kibo Sushi House 剛才見到一邊就是唐食 這一邊就是外賣 有很多新鮮的壽司賣 原來這間店不只賣日本食 還有韓國食品 是賣日韓美食 這裡的壽司 不知道好不好吃 但就有很多款可以選 有些雪米池、紅豆餅、草餅 那類可以選 喜歡見這個韓國食物 有Pororo的蛋糕 這一間就有有機麵包 居然似是很新鮮 但我想等在家裡不能等太久 這一間就賣健康的食品 例如有橄欖油和醋 另外這一間就可以買它的湯來喝 我自己沒試過 我自己是挺喜歡逛Market & Co 因為商店很多都賣些fancy 或者是有機食物的東西 來Market & Co 逛街很多東西看、買和吃 裡面裝修、布置都很現代化 逛起來真的特別開心、舒服 這一間Pier 87 Fish Market & Grill 好像很棒 剛見到有個顯示牌 龍蝦、蟹、三文魚、生蠔都有 像是有很多海鮮買 很吸引 暫時我比較有興趣這一間 下次真的要進去看看貨品 看到這個位置有幾張桌子 我想可以馬上點完 立即在這裡吃完 又見到一間賣健康有機食物 例如有Donuts、Brownies、Cookies 以及不同款的蛋糕都有 連洗手間外面都有些食物圖案 這間一看就知道是賣法式食品Macaron 中文就叫做法式小圓餅 或者譯做馬卡路 吃下去不知道會不會很甜 送禮就大方得體了 我去Market & Co那時就是秋天 所以就有些秋天景色的報警版 加拿大的森林樹葉鑽式樂葉的景色真的很漂亮 吃的之前可以先在這裡拍張照留念 暫時有幾間餐廳可以唐食 包括這間前面見到的日本餐廳 即是剛才賣日韓美食那裡 其實這個位附近也有些桌椅 如果沒有唐食那些都可以買了出來坐 好等等還有幾間餐廳和食品商店介紹 現在先走出去走一會 先鬆一鬆腳然後再繞進來Market & Co 其實Market & Co連接了Shopping的地方 很方便 在這個位每年都有一棵聖誕樹 很高的聖誕樹等著 可以給錢和聖誕老人拍照 我想接近12月左右就開始有得拍照 去年lockdown就沒什麼人了 商場餐廳很多都關了 餐廳就算開都只是可以外賣 沒得堂食就差點了 Market & Co原來已經開了幾年了 2018年9月已經進駐在Upper Canada Mall 這間就賣一些一包包包好好的肉 還有一些禮品包 這裡還有一間可以賣酒 看它的店名字應該是可以試喝吧 還有一間可以買小食 衣服一下肚子 這裡就是Kitchen & Co 裡面的場地可以給人有私人的bookings 或者有搞這個煮食的班 生日party或者公司聚會都可以 這一間就可以吃下甜品 吃下雪糕 但似是未開末 又沒人又沒雪糕在這裡 這一間比較大間可以堂食的就是Pizza餐廳 Score Pizza 就可以選吃它的Signature Pizza 招牌Pizza 或者Build Your Own Pizza 即是可以加些配料到自己的Pizza那裡 自己選 看到餐廳裡面有個大火爐 那些Pizza應該是即刻叫 即刻在裡面焗 非常之新鮮 好想進去試 如果想喝東西的就可以來這一間賣飲 有果汁喝 初初還以為是賣化妝品 因為有些一支支一盒盒的東西在這裡 這些一杯杯色彩很鮮艷 原來是冷壓的有機果汁來的 好想試喔 近門口位那裡有一間Starbucks的咖啡店 如果好天的時候 就可以出去外面那裡 坐它的PATIO露天茶座那裡 慢慢享受咖啡 這次分享的Market & Co 絕對是多倫多地區吃東西的好去處 值得來這裡走一轉 這裡找到的貨品都比較高檔一些 Market & Co 邀請了不少大型的連鎖食店 可以讓顧客品嘗到不同特色的食品 這場可以讓Upper Canada Mall那裡多增一個賣點 其實數過目前Market & Co 開放了18間食品品牌的店舖或餐廳食肆 如果想吃東西的話 外賣也好堂食也好 值得來這裡感受一下良好的用餐體驗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不妨可以開車上來Upper Canada Mall 的Market & Co 那裡感受一下 吃下多倫多地區的美食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一集的分享 關於Market & Co 食品市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 Like Share Subscribe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Thanks for watching 加拿大多倫多以北生活分享 North of Toronto Life 等到第1位 我們下集再見